這個遊戲叫做先機妙帥 然後是一個復刻牌結合速感的遊戲 然後你就是加起來總額要是15或20 所以大家會問您 你看到復刻牌會有四個圖案對不對 那這一部復刻牌很特別 它每一個圖案花色不一樣 我現在講的是五六年級還有國中的 他們這個難度比較高 然後你可以看到每個人要先發12張牌 記起來 每個人要先發12張牌 一組幾個人 一組四個人 四個人完 然後發12張牌 OK 然後注意喔 遊戲規則很簡單 就是你出的復刻牌的數量加起來要15或20 注意喔 15或20 15或20都可以 好 那這個遊戲跟拉密很像 然後只是它算是復刻牌的拉密改版 好 那這遊戲規則 第二個部分 剛剛第一個部分每個人要發12張牌 設定12張牌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每個人發牌完之後 他要達成的目標就是加起來15或20 好 我第一次出牌呢 他必須 紅心 梅花 方塊 都只能各自成為一個家 他們就是一個 team 一個 team 一個 team 他們不可以把12 把13去加到別人這裡來 我有15這樣可不可以 不行 絕對不行 所以這個難度就是在於你要善用你的卡牌 然後你的卡牌要各自一加 那你會說剛剛黑桃為什麼沒有講到 黑桃是萬能的 黑桃我可以隨意開在別人家裡面 所以今天我如果說 我有一個黑桃13 我有一個黑桃 黑桃11 好了 11加4是不是5 15對不對 15或20符合嘛 那我11可以加在這裡 好來注意喔 第一次出牌之後 這樣是符合規定 好 第二個順 第二加他也出牌了 12加6加2 20符合規定對不對 好第三個出牌了 他也這樣出 好他們都各自出完牌 排塔 然後接下來其他人如果說 譬如說我第三個要出牌的話 我就必須要用到這邊原來的一張牌 至少要用到一張 最少用到一張 然後你看喔 這裡是不是7 我就7加4加3加1 加起來有沒有20 有對不對 所以這樣有沒有符合規定 有 然後他最多出了幾張 他總共出手出了幾張 3張牌 可不可以出3張牌 可以 所以最多 最早就是1到3 1到3 最多就是出3張 那他出3張牌 這個遊戲獲勝的條件就是 誰最先把牌卡出完 誰就贏 所以你覺得哪一個牌卡很重要 黑桃 黑桃 對黑桃很重要 然後哪一個牌卡 所以越早把它處理掉越好 哪一個牌卡 你覺得哪一個數字的牌卡 越早處理掉越好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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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處理掉 好 但是我們不告訴他們這些規 這些技巧 我們就讓他們玩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玩完之後去 然後這個遊戲 如果當你都沒有那個牌卡的時候 就只能喊PASS 可是喊PASS 可是喊PASS會怎樣 沒有 沒有 沒有廚房 就沒有辦法出牌對不對 所以說他會浪費一次出牌的機會 然後 我剛剛有沒有講到鬼牌 沒有對不對 這部遊戲裡面 這個牌卡很特別 因為它分四個顏色 它裡面有兩張完全空白 這個叫做鬼牌 鬼牌最厲害 鬼牌是萬能的 所以他可以指定為 任一牌 任一牌 那我如果指定他是任一牌 那我就怎樣 我就開心了對不對 我可以這樣子出嗎 對 阿這兩個 我就指定他多少 2 對不對 我指定他2 阿可是 從此之後他的身份就是多少 2 待會其他人 要用這一張也是只能用2 好 這個遊戲待會 你可以指定為7 對 你可以指定為7 它是什麼顏色 沒關係 它不重要 因為它是萬的 鬼牌是萬的 鬼牌是萬的 好 這個是高年級組的 高年級組是分成3個花色 然後黑桃可以開在這個衣箱 有沒有問題 那只能橫放出去 那如果這樣橫的出去 可以 只要用到這一張 我用到4 我要用到這個4 我可不可以橫的長出去 可以 我可以橫的長出去 橫的長出去就是沒有辦法加 沒有關係 這個沒關係 只要有一個符合就可以 那斜的行嗎 斜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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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部牌卡 就是只能橫的和紫的加起來 是15或 斜的加不行 15或20 然後我等一下會有些同學 我會分配你們去高年級組 所以你對這個遊戲的熟悉度 有把握的舉個手好不好 有把握喔 確定喔 可以喔 拉蜜 對 但是因為分顏色的拉蜜 好 再來 第一年級 三四年級組的很簡單 三四年級組一樣 15或20 但是我們用一般卡牌 一般卡牌只有幾種顏色 四種 兩種顏色 兩種黑 對 然後 我們三四年級的小朋友 年紀比較小 這個遊戲規則 分花色太累了 這個是特殊牌 那我們就是 只有分顏色 所以我一次出 黑紅就可以了 7加845 有沒有補合規定 有對不對 啊可是我如果是這邊 紅心的7加8可不可以 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只要是紅的就可以 然後黑的就是 黑的獨立怎樣 黑的就是獨立一加 所以我黑 我的這個遊戲規則 梅花就可以開在哪裡 梅花可以開在這邊 只是黑白分家而已 第一年級很簡單 第一年 三四年級就是黑白分家 然後唯一 一樣的限制條件 最多只能出 三張 然後 這邊第一次出牌 第一次出牌可以 這樣子出牌之後 我一定要用到這邊 其中一張 一定要用到 拉幣的規則 一定要用到這邊 其中一張 所以我要用到8 我可能用到的就是 8加12等於20 8加12 有沒有20 有嗎 有20嗎 但是下一家 他有去出牌是黑的 欸不行 他這邊只有放紅的 那你說要根據前一張的話 那那 那 對他全部這一家都是紅的 然後這一家全部都是黑的 三四年級 三四年級就只有黑和紅兩組而已 高年級組比較難 所以高年級組有些人的牌卡一收到 其實第一件事情應該要做什麼動作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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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色對不對 欸 然後這一部牌卡因為它有四個顏色 所以分四個顏色很方便 但是如果三四年級第一件事情是做什麼 你可以提醒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紅色的分一堆 黑色的分一堆 然後一樣鬼牌 無頂 萬能 然後三四年級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們可能稍微幫他注意一下 他們要因為 因為我 我的 我的這個特殊牌卡裡面的12 你有沒有發現都是寫數字 但是我這個 你要看這個 對 但是因為我三四年級沒有 沒有這種特殊牌卡 我只有兩副而已 所以他們如果遇到這個不知道是多少 這個是12 欸 他們真的不知道 我做過實驗 他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沒在玩 然後因為有些一年級的小朋友偷渡 你們知道偷渡的意思齁 我們 我們一對今天有一年級的小朋友 那一年級的小朋友你們玩多少 我們一年級的小朋友可不可以玩 小一小二 小一小二可不可以玩 可以 小一小二 全部都沒有分顏色 你高興怎麼排就怎麼排 但是一定要加起來多少 十 沒有 他們只 他們只加起來 十或 十五 因為他是一年級二年級 不會算到二十 欸 欸 你有抽屁 不是不會算 而是 過來人 而是他們要花很久的時間一直點 所以他們只 都不分花色 所以我會給他們這個 牌卡 他們就是自己排 但是 接上去就是要加起來 十五 那十或 十二 十 十或十五 他們可以利用這個來點數 一二年級 有幾位 應該有三位還是四位 剛好他們可以一起 一組 好 一二年級沒有 一二年級 一二年級完全不分花色 一二年級完全不分花色 十五 十五 十五